蔡舒某 你什么意思 走 我知道你心情不好 这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嘛 你一意孤行 还有几天就要上映了 在这种时候出这种问题 也太巧了 我知道你特别看重这个电影 拍了两年嘛 谁也不休在这个时候 出现这种岔子啊 是 我要有你的本事 从电影《立项》 到上映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 我也不用担心 什么意思啊你 你的事情真不是我漏给媒体的 我说是你了吗 我要是想存心害你 我会傻得让助理 直接把照片发到我们组群里 而且这事我都知道了 媒体能不知道 对 照片发在群里这事 我做得是不太多 但是我已经第一时间 替你想好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放心吧 我跟唐总都会帮着你的 谢谢 谢什么呀 但是素希我必须要提醒你 宣传器 一定要注意个人生活问题 不好意思 我还有事 先走了 你说说 这像什么话 公司的艺人都没出过 这么负面的新闻 而且现在是宣传期 你知道影响有多严重吗 放心吧 任努 我觉得这件事情 您就别操心了 我会处理好的 我还说 西姐 公司那边怎么说 他们说那张截图 是蔡舒萌的助理 不小心发进群里的 什么 结果之前就提醒过你 萌萌姐看你眼神不太对 你还总是恶毒性 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找到那个 赤羽 找他干吗呀 唐总的意思是 明天公司有慈善晚宴 我和赤羽当面解释一下 这件事情应该就不会发强 对不对 可我们刚刚把他甩了 我没加他危险 大叔 你现在就去公园找他 悠悠 我们开车在家的附近 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对 现在立刻马上 走走走 姐 这怎么找呀 这大海捞针啊 捞 往海底给我捞 还有 他不是你的死忠粉吗 现在就是考验他 忠诚做的时候了 好好好 我谢谢你抬去我 我赶紧去公园了 走 我们走 走 林公子 你果然在此处 九五年 竟然这么小 太奇怪了 他怎么可能找到这儿来的 上次我蹭了他一下 我和悠悠把他扛回家 应该认门了吧 太奇怪了吧 他不是蔡树梦 还来算计他们吧 就他这智商情商 还算计别人啊 他难道 真的是我的粉丝 那这就好办了呀 什么 这边 请请请 好 请坐 哥们儿 有件事情吧 我要请你帮忙 林公子但受无妨 在下定然竭尽全力 不用 不用竭尽全力 我就是希望你把 和苏熙的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十地跟外界 解释清楚就行了 外界 对 在一个公平公正公开 且具有权威的平台上 还原事实的真相 给关心这件事情的人 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加油 那如果在下不答应 会怎样 你可不能不答应啊 你要是不同意 他非弄死我 什么 他会弄死你 何止弄死我呀 你看 你看 你看那张照片了吗 你看那个眼神 你再看看我 我在他面前 是不是很尖卑 我是不是很听他的话 他的脾气 你是不了解 如果 如果不按照他的心理 他真的 懂吗 林公子 您今年贵更 我 快三十了 免得 所以想要弥补 怎么了 必须助其安然度过三十岁 说我长得太着急了吗 好 我答应你 好 你 旨